去年,吴宗宪说要退出主持圈,后有改口会继续做下去,大陆还有新节目要开。 但大陆节目不见播出,台湾节目却屡屡屡被砍掉,影响最大的要数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主持棒被于成庆结果。 吴宗宪主持我猜的13年间,一共赚了3.5亿新台币,约人民币7400万元。 不过,屡屡当选西金王的他,现在的月薪却不超过300万元新台币,约人民币64万元。 节目也从最高记录的7个,降到现在的2个。 但吴宗宪昨天仍信心十足地表示,自己的天王地位依然屹立不遥。 除了节目睿见,吴宗宪的副业也出现了缩水情况。 他过去的投资横跨唱片参影,但几乎每投资一项就收掉一项。 曾经最好的唱片叶,也因卖掉了周杰伦而被端送,还面临资金危机,今年屡船破产。 在缺钱说盛销成上之时,吴宗宪还表示,要卖掉了住了8年的豪宅,估计可获利7亿新台币,约人民币1.5亿元。 也被外界指卖豪宅套现前结困。 哭六娱乐这里报道。